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D老师 一样的呢,我们会用10分钟的时间讲第五课北美洲的10个重点 那因为本次课程内容量比较多 如果你来不及笔记的,你可以按暂停或翻满倍数哦 那首先我们打开课本的第56页 我们会在这边看到呢,每周的分类方式 那我们的课文呢,采用的是用语言跟文化去做区隔 所以第五课是以美国跟加拿大为主的北美洲 那他们讲的是英语 我第六课呢,是中南美洲 他们的主要语言呢,是拉丁语 那分别是西班牙语以及葡萄牙语 接着呢,第二个重点呢,是北美洲的地形 那我们可以先阅读课本第57页的地图 我们会发现呢,美国的地形分为三区 西部呢,是洛基山脉区 那因为它靠近太平洋侧,又出现了山脉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是一个板块的接触地带 它是属于环太平洋火山的地震带 那中间呢,是美国的大平原区 美国的大平原区呢,又可以分成北边跟南边 美国平原的南边呢,是由密西西比河冲击而成的一个农业带的一个平原区 而北边呢,是由冰河所侵蚀出来的五个湖泊 我们把它简称叫做五大湖 那东半部呢,是高原以及低癌的山脉所形成的 那因为这边地质古老,所以是美国矿产丰富的一个地区 那刚刚讲的这一些东西呢,它的文字一样写在课本的第56页这边 同学呢,可以在这边看到我们课堂上面当时候留下的笔记内容 接着呢,我们来到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在课本的第59页,气候区的部分 那这一张图呢,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阅读 原因是因为呢,北美洲呢,它位在回归线以及极圈的范围之间 所以呢,它整体气候区会以温带气候为主 所以呢,这边其实已经是一个气候区的复习了 你可以呢,在地图上面阅读到很多的资讯 来去帮你对先前所学到的气候去做复习 比方说呢,我们在地图上面看到了西风以及暖流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里是一个海洋性气候区 那它的南边相对维度比较低的 我们就会看到地中海性气候区 而内陆地区因为距海遥远 我们就会看到温带的大陆性气候区 而这边呢,因为我们刚刚在阅读地形图的时候 已经知道这里有一座洛基山脉 所以在西风的背风侧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温带的沙漠气候区 同时呢,这张图还隐藏了一个线索 我们会在同纬度的太平洋侧 以及大西洋侧发现一件事情 在太平洋侧的A点这里 是一个温带的气候区 而在大西洋侧的B点这边是一个寒带的气候区 同纬度但呈现出来的温度却不一样 这是因为呢,在A侧这边呢 它是一个暖流经过的地方 而B侧这边是一个寒流经过的地区 所以呢,它是洋流因素造成的同纬度 而温度不一样的一个概况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 我们可以在课本的第58页的课文内容里面 再去做一次复习哦 每周的整体气候呢 会受到地形、纬度以及洋流的影响 所以呢,它依序分类了好几种气候区 我们快速的帮各位同学带过 第一个是下雨型的暖温带气候区 那主要的气候成因是因为纬度较低 在沿海的地区受到海洋水气以及暖流的影响 降雨呢,以夏季为主 那在夏秋两季会出现飓风 也就是台湾的台风 所以下雨型暖温带气候区 跟台湾的气候是相当类似的 而第二个气候呢 是温带的大陆性气候 主要分布在北美大平原 以及以东的位置 那不要忘记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特征 温差比较大 那在美国这里呢又会比较特别 因为美国的山脉主要是南北走向 所以冬天的冷空气以及夏天的暖湿气流 都可以在美国大平原这边长驱直路 这是要提醒各位同学的一个地方 那第三个是温带的海洋性气候 在北纬40度到60度的太平洋沿岸 就是西边所以一样的有西风 也有暖流 温差比较小 第四个是大陆地中海型气候区 那一样的也是位在太平洋沿岸 也就是美国的西岸 那相对于海洋性气候 纬度比较低 那受到高压以及西风的影响 特征是下干冬雨 这边提醒各位同学 这里就是美国的加州位置 温带的沙漠气候区刚刚我们有提到 它是位在西风的被封测 因为它的风被洛基山脉给挡住了 所以呢既然有一个洛基山脉 自然的话我们就会找到高地的气候区 那以及呢过了北纪圈之后 我们会看到的所谓的寒带气候区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从地形气候图这边呢 再去仔细的看一下 而在美国的海洋性气候跟大陆性气候 两张图刚好摆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复习 海洋性气候温差比较小 而大陆性气候温差相对比较大 而旧金山是地中海性气候区 所以不要忘记夏天是干燥的 而冬天是雨量偏多的时间点 那第五个重点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的灾害 所以我们要看课本的第59页 在下方有一张美国灾害的分布图 其中第一个位置呢 课本告诉我们 这边因为被吸风 所以很容易干旱 那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同学 不要忘记这里是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所以地震也是它的灾害之一 那中间的美国大平原地区呢 它的灾害还有一季节的不同 而呈现不同的灾害 在冬天的时候呢冷气团会长驱植入美国大平原 所以会有暴风雪 而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呢 因为冷暖空气交汇 所以会出现浓卷风 那在夏秋之际呢 美国的南边呢 也会有一个飓风 这个是第五个重点提醒各位同学的 接着我们来到课本的第六实验 第六个重点 这边要提醒各位同学的事情是呢 美国的原住民呢 以印第安人跟韩代地区的英纽测人为主 那随着欧洲非洲以及亚洲的移民呢 美国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生的地区 第七个重点 我们来到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课本的61页 北美洲的商业性农业 那北美洲呢 因为呢 它的耕地面积广大 但是从业 从事农业的人口相对比较少 所以呢 他们会采机械化的耕作方式 那随着美国的科技进步呢 他们会呈现一个专业化带状 而且只做一个农作物 所以各位同学你想想看哦 它的耕地面积够大 它还用机械化 它的产量是相当多的 而且生产成本也会比较低 它是呢 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 那美国中的哪些农作物呢 我们来到了第八个重点 这张图呢 也非常的重要 北美洲的农业带 那其中呢 我们会看到呢 在图上面老师有用荧光笔 先画起来的三个地区 第一个地区呢 是在五大湖附近的诺农带 那这边呢 是美国人口相当多的地方 那因为人要喝牛奶 所以呢 他们在这边饲养了大量的卤牛 所以呢 诺农带呢 是一个市场区位为主的一个农业带 那我们也提醒同学一件事情 当在地图上找到了诺农带 表示呢 都会区也会在附近 那找到诺农带之后呢 往南一点点 我们就会看到玉米带 那美国养了相当多的 不是养 美国种了相当多的玉米 那有的呢 会拿来做成玉米饼 或者是呢 把这些玉米呢 拿去饰养所谓的牲畜之类的东西 那接着再往更南方呢 我们会看到小麦袋 以及棉花袋 那美国南方的棉花袋 是利用甘季的时候去耕作的 所以呢 这边呢 可以跟历史做结合 非洲的黑奴在这时间点呢 有被大量的引进到 美国南方从事棉花袋的种植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 美国的西半边 美国的西半边是畜牧袋 所以呢 这张图呢 也可以简单的看出一件事情 美国的东半边是农业袋区 而美国的西半边是畜牧袋区 那那里呢 因为气候比较干燥 所以养了大量的肉牛 那这些牛肉制品呢 通常是以外销为主 所以同学可以在生活中 常常吃到很多的美国牛肉 那都是饰养在美国的西半部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地区呢 是地中海型气候区 不要忘记地中海型的农作物 以葡萄橄榄 还有以加州著名的桃李为主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九个重点 美国的工商业 那我们以地图来协助我们做阅读 在美国的东半侧这边 五大湖的地区 因为这里是高原 以及迪亚的山区 所以呢 这边是换场丰富的地方 所以传统呢 是以重工业发展为主 而在美国的下方墨西哥湾这边呢 因为有大量石油 所以它会从事石化工业 那在旁边的休斯顿呢 就顺势发展了火箭工业 那在美国的西半侧呢 矿产资源比较少 所以呢 它从事呢 多半是以新的产业为主 比方说洛杉矶是好莱坞的电影区 而美国的旧金山戏谷是高科技的一个地区 而亚图是波音公司所在的位置 所以美国工业发展呢 相当的多元 最后一个重点呢 我们来到了美国的文化 在课本的第63页 美国凭借着自己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的美式文化呢 让自己呢 不仅呢 是有庞大的美国企业 而且呢 也让美国的经济实力呢 足以影响到全世界 那底下呢 有一些美国的文化的一些介绍图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 那以上是我们第五课的重点 先上到这边